哈喽,大家好,这里是不相救人,我是小赞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吊蓝的新品种 油画婚礼 这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一个网红品种 因为它的叶片非常的有个性 和普通的吊蓝相比 它叶片颜色更加的丰富 看上去就非常有气质 叶子是厚厚的,比较有质感 颜值相对来说比较高 这种吊蓝非常适合家庭光照不好 或者是没有院子的花油 因为它可以长期在室内散色光出养护 散色光就能满足它的生长需求 不能完全遮阴养护 光照不足会导致叶片颜色变淡 但是你要室外全日照养护也是没有关系的 室外养护夏季需要注意遮阴 避免暴晒晒伤叶片 还有一点就是要注意 它不太耐寒 冬季要保证养护温度在5度以上才能安全越冬 平时养护油化锅里给它浇水 要秉持命干物湿的原则 浇水千万不能过多 因为它的浸干是能储存一定的水分的 浇水过多很容易导致浸干腐烂 浇水要等到盆土表面干了 再给它浇水 浇折浇透 那观叶子物的施肥相对来说会比较简单一点 春夏秋是它的生长季节 我们可以在盆土表面给它来一点 弹磷甲均衡的复合肥 注意薄肥禽湿 不建议偏湿淡肥 亲手掌握不好用量呢 容易发生头重脚轻的情况 这个油画锅里的繁殖也是很简单的 等它的枝条长长了之后呢 可以直接给它修剪下来 剪下来的枝条呢 直接给它扦插在草土中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幻描一周左右 扦插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 今天要关于旅游